我一直听说家长鸡娃都学什么 英语 钢琴和书学 但是在国外 家长选择鸡娃的项目 说出来很多家长都不信啊 近期呢我们要去一个 在德国已经开了30年的武馆 咱们就要看看 是什么样的东方什么的力量 让这些老外都选择用武术鸡娃 我发现有点不对头啊 这里竟然都是老外啊 仔细看发现还都是女孩子 而且他们可都不是一般人 我已经做了四五年了 我已经做了九年了 这是现在我的十四年了 我开始了2002年了 现在我的孩子已经做了武术鸡娃 有没有人过去吗 没有 我们很帅人 是的 现在他们都是怎么接触到中国武术的 我的妈妈已经很长期待了 为了亚军武术 我的最初的最初的印象 是正确的陈鸡娃 瞧 我真的恨这个人 我的妈妈联系了 因为我们家家的5分钟 我还记得到哪里 我还记得到 想要武术学了好 房子你得买得进 就是有中国元素的这种团体啊什么的 然后搞一些活动 就是对孩子一个熏号吧 我说到清楚了 感情不是你连啊 熏号吧 你需要超级的抗力 压力量 非常有力量 这一看 这是必然的 真的吗 我打开了 你去吧 很高兴 可以 很热 他打了 他在中国 智购系列的阶级 在一个平台的阶级 我们聊到很相比的 像个体制的福利 的体制 七几年来说我们中国其他的运动根本很难开展 小兵通知说太极拳好 76年我妈妈就是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指导员 我教武术的话其实是92年就开始 中国武术这个是四大的博吹之一 对他们来说是崇高的一种运动 但是在国外能够传播这个武术的话很振奋 对我们文化更高的一种升华和提高这个价值吧 时代真的是不同了 我真的没想到现在在国外有这么多的家长 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学习中国武术 于是我问了这些家长 到底中国武术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因为他们生在德国嘛 本来这个文化认同的东西就很困难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一直要给他们找这种 可以让他接触中国文化 并且很有自豪感的东西 然后武术就特别合适 看完这些学习武术的孩子和家长 让我体会了孩子的成长 不仅是身体的强大 最重要的是自己内心的强大 以前都是中国孩子 就是西方的东西 现在外国人开始让孩子学习中国武术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希望中国的爸妈 几娃的时候 多考虑小武术 这么好的资源 别能飞来 为什么练习你不一样 我认识是非常棒的 孩子们有真正的财务 他们有点资争 这已经足够了 这也帮助我们的家人一起 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做 这就是一个美丽的事 因为它很足够的生命 我能力再来 接着 我们希望你能够帮你